好 志斌哥想请教 刚才我说嘛 这个赖清德 他这个硬着来的个性 到底会不会遇到蔡英文 就缩起来 好 主要是因为 昨天我们看到北检市 第四度提讯科文哲 但是查到现在 还是查不出关键的金流 那你看这个打科打成这样 但是呢对比之下 北检怎么样去追超司鸡蛋的争议 办案的速度 这个归宿很慢就算了 至今两个被点名最关键的人 到现在都还没有被传唤 其中之一就是指 小英男孩成吉仲嘛 所以现在呢 很多这个声浪就呼吁 你们应该去比照这个 怎么办科文哲 你们就怎么办成吉仲才对啊 最好你们清晨一大早 人家还在睡觉 就去突袭人家家 兵分48路 应该要冲到成吉仲 还有林冲贤的家 那甚至要不要也冲一下 民进党的党部来进行 您搜索啊 现在北检这种办案大小眼的 这种批评声浪也开始出现 你怎么看 我想 办别人跟办自己的速度啊 跟力度确实有很大的区别 而且超市案已经过了一年多了 我们只闻楼梯响了 不见人下来 到现在才开始要来办超市案 已经经过了一年了 那该被淹灭的证据 是不是已经都被淹灭掉了 那为什么超市案到现在才要办 而且是办完赖清德 啊办完柯文哲以后才要办 是赖清德想要跟大家宣誓 说啊我一视同仁啊 我办了民众党 我也办了民进党 可是完完全全不是这样啊 因为超市 我们看到一家公司 他资本额50万 居然可以采购2500万颗蛋 一个50万资本额的公司 他帮政府去采购2500万颗蛋 而且2500万颗蛋 这里面的金流到底是怎么走 是烧失自己付款 还是政府帮他付款 那中间有很多老百姓根本 有非常的疑斗啊 非常起人疑斗 老百姓有非常质疑的过程中呢 你现在政府没有办法提出明确的说明 那检调在追查的力度 跟追查的效度 以及追查的速度 都饱受人民的质疑 那当然人家要怀疑啊 是你赖清德现在是 还有什么把柄 掌握在蔡英文的手上 你不敢查 陈吉仲 你赖清德不是跟大家说 不管党派 不管蓝绿白 你都要追到底 要查到底 可是为什么到超市案 你就转向呢 你说海豚 就会转弯呢 所以我们看到 因为陈吉仲是一个很特殊的人 陈吉仲过去 他是一个农运 农运的人 也在农业运动里面呢 农民运动里面受到尊重 那陈吉仲他有他的专业 可是陈吉仲 当了民进党的农委会主委 后来甚至到农业部长的时候呢 陈吉仲就完全变一个人 他爸爸是个猪龙 结果陈吉仲他完全忘记了他的出身 完全忘记他的背景 陈吉仲他最后恶劣到什么程度 民间坊间盛传 陈吉仲当农委会的主委 被蓝营的立委盯的那么 盯到这个不行的情况下 为什么蔡英文还硬要用陈吉仲不可 那当然很多分析就陈吉仲他南部他够熟嘛 所以陈吉仲是拿着农委会的大笔补贴 去帮民进党进行政策买票 所以整个中南部 尤其是高高平 这些农业县市 民进党的票 民进党的装脚 都绑得非常的紧 为什么可以绑得非常紧 谁下去绑 谁下资源去绑的 这是民进党政府下资源 让陈吉仲去当白手套嘛 陈吉仲在整个中南部 绑了非常多的这一些农会系统 农会的装脚 所以即使陈吉仲在立法院 饱受攻击 饱受质疑 那陈吉仲还是位置稳如泰山 那今天 为什么陈吉仲敢用一家 资本额只有50万的公司 去巴西去日本 进口2500万颗蛋 陈吉仲跟谁借了胆啊 陈吉仲有这么大的能量 陈吉仲有这么大的power 来进行这个采购案吗 那当然背后 有你们民进党的辅宴高层嘛 所以为什么当时民间说出 民进党新潮流 什么都要赚 疫苗也要赚 鸡蛋也要赚 口罩也要赚 这个故事就是这么来的嘛 那今天当你蔡英文 八年的这一些弊案 没有洗刷的时候呢 你赖清德现在看到赖清德 你现在看到蔡英文 到底会不会转弯 你到底敢不敢办 小英男孩陈吉仲 还是你怕办了 小英男孩陈吉仲 最后会涉及到你们民进党 整个贪腐的系列 最后要亡党亡国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民众党在呼喊说 你们要比照柯文哲来办理啊 比照柯文哲的匪险来办成吉仲 我认为现在民进党的这些人在盘算的是 我要不要让老百姓知道司法正不正义啊 他们现在盘算的是 超市案如果挖到底 冲到底 杀到底 民进党会不会亡党亡国啊 民进党会不会亡党亡国 因为这整个背后是有个利益链嘛 光陈吉仲一个人 陈吉仲哪有那么大的本事跟办法 因为陈吉仲背后还有很多的山头嘛 有没有苏贞昌系统的啊 有没有新潮流系统的啊 有没有英系的啊 有没有民进党的各派系 是要来分这个超市的利益嘛 所以我们今天在质疑 说敢不敢比照民众党的模式 速度来办陈吉仲的时候呢 现在民进党啊 正开始要挫着蛋的是一大群人嘛 因为你背后因为超市蛋 所引发的这个背后的利益 庞大的利益集团 这个利益集团有人在选举啊 有人在当行政官员啊 大家在分这块利益的过程中 到底是要把这批人全部揪出来 赶尽杀绝 还是让台湾人民觉得说司法还有希望 我觉得现在蔡英文也好 现在剪掉民进党的背后 这些头面人物啊 应该是正在进入天人交战的关键时刻 以上我的看法谢谢 好所以这个超市基的案 一旦真的要认真的办下去 恐怕就是要狠狠的掀开民进党的窗疤了 那这个恐怕就是动摇党本的一件大事 所以就是可以看一下 这个赖清德敢不敢 可能从这个超市基的案 就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 今天也非常谢谢志兵哥 跟我们加入视讯会谈 拜拜 谢谢志兵哥谢谢 好谢谢 谢谢优佳 谢谢哥观众谢谢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